大家好,今天我将带大家参观北京十三林中的定灵 定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 它是明朝第十三任皇帝万里帝和他俩两个皇后的佛葬墓 整个林园面积达到18万二千平方米 万里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 它在位时间达到了48年 这个龙头,涂水的龙头 我们来个特斯行 还是汉白玉的 现在我们顺着踢步来到第二重大殿 第二重大殿已经损毁 现在这残留有地基 大家可以看 是一个历史的那儿 在这间之后 我们把军箱收到的一片 我们要马上看 这间人都在一片 前面 往前 这一片 有点 稍微 这三花 的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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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共上 有点 这就是第三重大殿的台阶 但是大殿已经损毁 我们顺着台阶来到大殿的遗址上面 万里帝在位初期起朝政由首府大臣张居镇把持 张居镇虽然把持朝政但却不是个建成 他是一代民乡 他对明朝的很多避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让明朝出现了万里中心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宁愿的十第四重渊门 也就是北亭上面放了一块巨大的石碑 北亭后边就是丁宁地宫的凤兔 我们顺着这条路上去看看 下一期的视频我将带大家参观 定灵的地宫 定灵的地宫是明13年中 唯一对外开放的地宫 也是唯一被发掘的地宫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关注哟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兔 优导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兔